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漫长的历史 同时它也吸收了古代百戏和武术的一些元素 还融合了中国戏曲身段当中的一些精髓 今天我可以教大家几个形态 让大家的体态在短时间内可以变得优雅起来 第一个动作是 是横移 肩膀要保持一个平行 然后你要锁住你的棚骨 不要让它运动 然后你的手可以放在身体的前侧 然后脚踏步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再回到旁提 加大幅度 然后抬起你的后腿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典型的动作 叫做小设宴 刚才教大家的这几个身体的不同的形态呢 其实都是有助于塑造身体的优雅的形态美 比如说可以让你的肩膀更加向下 然后让你的脖子更加的修长 让你的后背更加的挺直 让你的形态更加的美丽 我是王亚斌 欢迎关注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